一人小珍近期瘦身有成 其实在四年前 她曾受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困扰 因为雄性荷尔蒙异常 体重在半年内直线飙升 而什么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其实月经失调 或是因为体内雄性荷尔蒙过高 导致狂冒痘痘 人中病脚长出明显毛发 甚至照超音波时 发现卵巢有12颗以上 2到9毫米的卵炮 以上三种症状 只要符合其中两者 就会诊断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比较复杂的 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 比较多数是影响 生育年龄层的女性 大概是青少年 17岁到30几岁之间 她可能跟家族遗传有关系 像其实肥胖的人 她其实身体是长期 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 那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导致而成了 还有一些人也有觉得说 会不会可能是 跟内分泌失调造成的 这都有可能 针对年轻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患者 因为他们同时会有避孕需求 会采用常规避孕药来治疗 其次若是有生育需求的患者 则以排卵药刺激排卵协助治疗 而过度肥胖的患者 则以糖尿病药物进行治疗 避孕药它其实除了可以调精以外 其实对于痘痘都有帮助 它里面的那个环体素的成分 是有那个抗雄性荷蒙的一个效果 对于治疗那个挫穿 或者是我们讲的 其他的那个多毛的问题的话 效果确实会比较好 糖尿病的药物 它使用上的部分 其实相对简单 也是用吃的 但是肠味道的副作用会比较大 主要的功效 大概就是要促进排卵 但是它对于多毛症的部分 效果非常非常的有限 比较肥胖的 有那个可能得到 糖尿病的风险 比较高的这一类的人 他可能使用糖尿病的药物 会比较有效 以时提醒 若出现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症状 建议第一时间求祝福产科 才能踏出改善症状困扰的第一步 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记者田博生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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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